妈祖是修佛持斋的 圣母妈祖本是宋朝福建莆田梅州人士 俗姓林慧莫娘 自幼及持斋如素 拜佛修行 后来功果圆满 奉玉照而非生 成道后受封为天上圣母 经常威灵显化救度沿海渔民 因此 甚受我国东南沿海各省渔民的尊养与崇拜 由于圣母大慈大悲 有求必应 显化奇迹 不胜枚举 所以流传民间仅数百年 庙宇即便于东南沿海各省 凡是捕鱼未生的沿海居民 莫不敬拜之 故被尊奉为海神 近年来 台湾在政府的德政下 经济成长迅速 人民生活富裕 虽然科学发展 物质文明远超乎一切 但是本省的同胞们虽不业不渝的是 农 工 商中崇拜圣母的人 也不可圣计 而且随着交通的进步 每年到各地的圣母庙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所组成的竞香团 更是络绎不绝 尤其是在农历3月23日圣诞前后的日子里 圣母庙前真是车水马龙 热闹异常 然而 同胞们虔诚的敬拜妈祖时 却犯了一项特大的错误 而不知 是什么大错误呢 即使圣母在世时 自幼及持齋如素 而今世上的善男信女 反而用血般心浓的鸡鸭鱼肉做生理来供奉她 圣母神明灵芝 非但不敢受那 唯恐反而还要为那批庞大的牲畜而哀怜掉泪呢 这个故事漏俗击袭 也是无人倡导以素生鲜果作为贡品敬拜圣母的缘故 圣母慈悲而正直 她之所以显化旧事 只是为救度众生的苦恶 并非要世人祭拜她 如今我们既为了感恩图报而发出了崇敬圣母的心 照理应当以圣母的慈悲为怀 执哉修身 行善利得 记住别人 造福社会 财和圣意 所以同胞们若谨养圣母浩荡威额的绝功伟德 而登庙堂 也谨以斋戒沐浴 清净身心 恭敬庄严 拾接而登 或俯福叩拜 或和时跪拜 或承敬鞠躬 满怀重圣的敬意 即可表露无疑了 何必杀生祭祀呢 若为了许愿祈求而入宝殿 则也只需承敬功被清香诉过 神作案前 贵以表白心意 圣母即可神灵明知 而因公报过 按得受服了 又何必杀生呢 若为了谢愿仇神 而进圣格 则以所行善事 所修应得禀报祖前 岂不更为母心 岂不更胜于浪费金钱买来圣母不用之指钱 供上妈祖不食之鱼肉 若为了妈祖圣诞而来祝寿 则更不可杀生白白 传闻妈祖在世 是清至孝 母男之日 必定诵经拜佛 以求父母严寿增福 而今世人却在其寿诞生成 大肆杀戮 反使众生成为丧命继日 又攻上众生尸体于神案面前 有的用来为父母祝寿 有的用来愁神谢恩 呜呼 虽以名无知 圣母敏絮而不加怪罪 然而慈悲的圣母 能不因此而心哀神伤吗 悲哉 天欲语而无言 神欲说而无声 有谁能知道在这圣母圣诞的前夕 圣母眼观天下苍生 不知行善修身 只知奸巧夺取 不肯既得造福 反而求神问不 东往西奔 空度一生 受苦无涯 轮回不息 此刻圣母将会如何的悲悯痛心呢 又看见自己生成忌惮 众多生灵反而已畜生尸体献供神前 欲求福寿天利禄 思时 妈祖也将会是如何的哀伤落泪呢 故于福劝同胞们要尽妈祖当体天心 好生之德 法圣行慈悲救世 要求神恩达誓愿 罪宜多行善事 以身行善 戒杀 道 赢 而教善人 行善的 做善事 以心行善 戒贪 称 吃 而敬天的 敬神明 敬父母 敬贤良 以寇行善 戒恶寇 两舌 其语 妄言 而说善言讲道理 劝人行善修身 基因德 布施观 修桥驻路 盖妙语 庄金身 翻经典 应善书 出钱不令 出力不怨 不求回报 不遇人知 终生行善 有感不足 要助圣寿 只用素果 寿桃 寿面 水果等 如果一定要用生理 可买斗鸡 斗鸭 斗鱼 代替畜生 切末杀生 如此 遂不祈求天赐神佑 皇天亦必赐福之 圣母亦必佑必之 如果您诚心 请用素果白白 如果您想请一位素食的人做客 而您却办了荤菜 您想对方敢让您请客吗 而您这样做还存敬意吗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知道圣母是吃素的 而却献供了血婚的食物 您想妈祖能受那吗 而我们还算成敬吗 也许有人会说 妈祖的门下与神兵神将有吃婚的 但是我们在敬拜呼请的圣明 却是妈祖啊 而继位神明 即燕血时正直的神明 更喜欢善男性女持斋戒杀 以达天地好生之德 既然妈祖素食 他的徒弟与部署就被圣德感化 亦必不喜欢血婚食物的 否则 岂能互位于圣母左右 儿童想相或 所以 如果您真诚心的话 请用素果白白 必邀天倦 必备神佑 直无告 只因不该用生理 大约是二年前 曾经听说住在福新乡的一位皇姓人家 祖德流芳 家到中后 有婆媳俩人皆如素拜佛 也许是因为家中还多人失婚的关系 当年妈祖圣诞 皇家小媳妇就准备了一复婚的生礼 到陆港天后宫去祝寿祈福 白白完毕 皇家媳妇就按习俗 举告请问圣母对她的公品是否满意 可是却一连值了数次都没有阴阳谣 既不是因为精子太少 也不是因为忘了代酒 既不是因为鸡太小 也不是三生少了什么 问来问去 皆不是原因 正疑惑不解时 忽然灵机一动 再请问圣母说 那么会不会是姓女与婆婆都吃素 而却用生礼来拜您 您不欢喜 如果是请赐允一摇 姓女心中惊喜 当时及时向圣母许愿说 以后圣母生日必用素果来白白 所以近两年来 皇家小媳妇逢妈祖圣诞 都不再用婚物去公拜 猪头五生鸡鸭鱼肉排满桌 神明只得到了一副素生礼 彰化有意曾姓人家 有祖父母到儿孙 何家三代如素 堂上何乐祥荣 善气冲天 有一天 神明千秋圣诞 一般善男性女都好像做比赛似的 准备大鱼大肉大富的生礼 献上贡桌 已筑千秋 大大小小挤满了个桌 慢道的曾太太 因家中持斋姓佛 却供上来一副用斗鸡做成的小小素生礼 此时因为庙前的供桌已无位置可放 庙柱看到了就将那副素生礼接着端上了顶桌公拜 刚到曾家做媳妇不久的曾太太眼看别人的猪头五生 鸡鸭鱼肉挤满了个桌 唯独自己家一副小小的素生 却引人注目地被排上了顶桌 心中十分的难为情 可是 不久后 神明降机只是训裕时 却附带说他当天在众弟子公拜的生礼中 只有得到了曾弟子的一副生礼 使诸神明最高兴喜欢 由此可知 神明莫不劝人喜戒杀 莫不喜人以青素食品供奉之 这也许是天界清净 而生肉昏浊 所以居住清净天界的神明 喜欢青素食物而厌恶心臭的鱼肉 继佛曰 这篇陈情书圣庙 众生越后定能有所感悟 拜神尽佛切勿杀生了 今日著书至此 阳生准备回堂 阳生曰 感谢妈祖指教 弟子辞嫁了 天上圣母训事闻戒杀生灵命 因逢无圣诞 特降灵指示 敬拜之心诚 鲜花四果线 戒杀生灵命 减轻冤烈禅 敬拜一点心 心诚则灵验 更可减轻罪 又可省开之 不浪费铺张 记下无精篇 广传众生之 并劝众生行 天降真天道 旧善男性女 有缘悦此讯 找寻有道者 引渡求天道 非缘不可得 有缘念弥陀 方可托轮回 皆属平降灵 即坏佛菩萨 鱼吃众生名 不知把道求 弥昧求名利 困住自主宰 盲得性黑暗 不知修性灵 天道赶快求 天堂有路走 地狱无门闯 害得地狱乱 无奈再扩建 十八层地狱 另分无数的 大小地狱力 地狱鬼魂们 急着想求道 可怜无肉体 天道更难求 知笑凡奸人 不知习人生 勿措此良辰 快快将训宣 遵照无止事 暗中自有助 智者听道 观道后而行之 常者闻道 观道后而遗之 语者听道 观道后而笑之 先佛圣训愿诸大德广为流传 文法之喜愿分享 网路法界百千万例 天机谱传话灾难 善例分享行功三界 上天的恩赐万教归 一个方圣人同住道 现在加入祖灵近 申猿人的度最快速 请找当地有缘道 清求道入门 2022年9月29日 制作 未经认为